為何這麼近呢,是否很掛念我呢? 玩具TV 第十二季第十集 今次我們來到一些外國片 這就是所謂哈里波特前轉 也是 JK 羅琳寫的一部前轉 這是《Fantastic Beasts》 這是他的第二部,《Crimes of Grindelwald》 即是Johnny Depp 演的角色 你喜不喜歡這一部的世界觀? 其實我自己,因為我之前一直不太喜歡哈里波特 我女朋友很喜歡,所以我最近陪他看 接著我看第四集 其實我發覺有一個很大的差異 跟那些有點像金融小說一樣 就是越古代的魔法 或者越古代的武功是比現代的越強 其實你會發覺,例如哈里波特世界觀的魔法 其實你會覺得魔法的實用性很低 或者他們不經常用魔法 甚至是魔法的使用情況比較弱 但去到前轉就會發覺 那些人會經常一揮像就瞬間移動閃到那裏 閃來閃去,不需要揮什麼 甚至乎有時咒語都沒有唸 一揮就揮 他們甚至乎跟哈里波特不同 他們有很多打鬥場面 他一揮像就發光過去 人們就立即揮擋 但哈里波特很少打鬥 我感覺上這套給我的感覺 哈里波特的故事是很疑同向 很直率的故事線就是這樣 然後你為何佛地魔打哈里波特 為何經常打他不死 你就不明白 在我們大人的想法中 其實是很容易擦死他 看看一集他破壞形成事 他們轉頭就回復了 是的 你會覺得這套魔法的使用情況 和魔法的普及度很高 而且場面好多 例如你打的敵人勁很多 或者是場面打到城市爛了 街景也很多 英倫的感覺 更外乎 除了有Eddie做主角之外 大家也知道金剎影帝 之前有做霍金 又有拍過《孤星雷》 Danish Girl Danish Girl 做甚麼 《孤星雷》是做反抗軍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唱歌的那一段 那次是我第一次見他做的 他跟Hill Jackman做的那套戲 我那時已經對這個人很有印象 到他後面做霍金 很厲害 到他之後再做Danish Girl 是瘋了 完全覺得這個人是瘋了 走霍魔 他演得非常好 更外乎他的對手戲是Johnny Depp 是的 你是完全摸定 Johnny Depp是做壞人 你未必喜歡看這套戲 未必喜歡他的世界觀 但你為了看演員 沒有辦法入場 我認真說 我起初是不喜歡的 我是為了看演員入場 是沒有令人失望的 是很棒的 我們回到換句 這次是Soup Studio 推出的1比12 這是穿衣服的模式 以1比12來說 這種切割是否算是挺精彩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Soup 1比12 很漂亮 例如有些人玩Mexico 1比12 是很大隻很壯 很漫畫很美換 Soup 很真人向 你會見到很修長 你感覺上整體很修長 或者衣服很貼身 很幼細 或者用的材料也很幼細 你會見到材料很薄 但其實你看到這些材料全部都有對車 沒有偷你雞 是很漂亮的 它這麼多層衣服 依然是這麼薄 這些位置有沒有做鐵線 有 有 因為有一點 沒有 但它都可以咬少的做事 本身有一個 是 你會見到其實它 1, 2, 3, 4 層衣服 其實它還能保持得到 看上去是Soup 其實Soup 在做這1比12和3上 我覺得是很厲害的 留意一下 這1比12的模式是不能脫衣服的 因為 它為了做那些顯示 它未必根据真正的西装去做 可能它是有前面 有後面或是不能遮 它要保持比例 否則就穿到整個肿 即是它連大褲都不建議你脫 我想西裝沒有背面 亦都沒有遮 我們一看盒子 其實你看到大貨 比起它的樣板 進步了很多很多 因為它的樣板材料比較厚 然後它的大貨 這件大褲其實也很貼 因為當初我記得我看官圖的時候 我覺得不是很吸引 但到現在實物看到 其實它的衣服的剪裁是很漂亮的 我們試一下背面 你看這個 在這個背面其實真的很瀟灑 剪裁也很漂亮 很漂亮 車線位 你會看到它下了很多功夫 即是有些地方 外於尺寸所限 它未必用車 它有機會用燙、鐵等去做 去做它這麼仔細 即是這麼縮細版本的造型 而我覺得整個公仔 有一件事我少少不滿意 我發覺頭尺寸是比較細的 即是好像一般的1比12是比較細的 但你會看到它 例如 這些膠件的鞋其實很漂亮 它是一個鞋 有一點青 有一點青 即是像踩過草地 或者是鞋的雕工本身都很漂亮 你看到它去到1比12 這些所有鞋帶其實都很仔細 因為去到鑄 有時鑄這麼小的東西 你後來很難出得這麼漂亮 當然要看它的功夫 可能後面又撿帽子撿了很多東西 它的配件除了有這個魔法像 亦還有它的鞋 它的鞋上面 它的世界觀的照片是會移動的 是在移動的 而你看到鞋也很漂亮 鞋本身你會看到它做了舊化 這些有做一些類似磨損的皮質 即是用一個紫灰色的顏色去做一些素磨損 這些角度也有類似金屬脫青的部分 這些扣位或者皮帶位置 全部都有做到尖式舊化 其實是很漂亮 裡面是用貼紙形式重現入面的 貼紙來的 是貼紙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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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紙來的 是貼紙來的 這樣關上就可以戴著行李箱 因為它的招牌就是拿著這個鎖不住的行李箱 它鎖不住的行李箱就是經常彈這隻食錢獸 是的 這隻就是貌穿了整套東西的食錢獸 食錢獸我忘記了 還有他很喜歡的這隻 我覺得它是觸摺蟲 是的 我記得它是開鎖的 是的 它可以收在三袋裡 我想這個尺寸是否稍微比電影大了一點 不過工藝所限 其實它這個已經很幼 它再小一點就不成人形了 是的 它亦都附送了一大堆的手型 以1比12來說是非常豐富的 因為我剛剛拆開的星戰 那隻 Scarl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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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兩對手型 這麼少 是的 拿東西和開手 但它還要收你價值不菲 對 換臉原來不是兩個頭 而是一塊臉 是的 所以你不能把頭放到其他地方 那加價多少 這個我猜應該約六七百元左右 但其實真的很難做 真的很難做 因為其實你就算是做1比12這件衣服 其實價錢和1比6應該不差太 不會差太遠 因為車工其實是難了 而且你的要求又高 是很難搞的 所以做1比12是真的沒甚麼肉食就好 很漂亮的尿 很仔細 很漂亮的 很仔細 我覺得他們在做衣服上是 即是有一手 是真的有一手 你覺得頭雕 頭雕你覺得如何 頭雕 頭雕 尺寸小了一點 另外我覺得是否有些用色有些奇怪 例如臉的胭脂比較重 可能始終到工人上面 真的去到後面就要看QC 這些部分可能是他拉尾 找人去做QC看 還有一些進步的空間 眼影的位置 其實相片我覺得很接近 眼珠的顏色應該是 可能不太同 因為現在眼珠是偏黃啡色 因為他本人應該是藍綠色的 是的 但是你說就這樣看 即是不拉到那麼近看的話 其實整體來說是很棒的 或者可能 這個尺寸來說很不錯 是的 還有一條帶 這個是類似是那些 是不是駝標帶 是的 他就用了這條繩的形式去表達 表達到 但他那一段是否還可以 就是平時 他之前做Flash的掃體 Flash的掃體 即是很硬正 他到今時今日 他應該都調節得非常實正 他之前都很硬正 我都不明白為何他的身體這麼小 都很硬正 接下來他等他出第三集 快快脆脆圓的故事 即是Johnny Depp 也會出附 是的 是的 吸引我 是不是出了貨 見這個時候應該很聽聞 好像下個星期就出貨 又或者是更快 那就等玩 即是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出去觀摩一下 因為他既然是一個窗盒 你可以看過喜歡才買 是的 那就自己選一下 真的沒有甚麼產品 其實他有 Mathas和Hot Toys有出 是的 都是這一集的 關注的 都是這一集 大家看吧 因為其實有幾間廠出 大家都 即是不太好 你會見到 例如Hot Toys的頭也不太好 當然Johnny Depp那個非常好 但關於Eddie的產品 很多都不太好 所以大家都看實物去買 好 就這樣吧 好 停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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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後回來 好,接著就說到達了 壓粥 好 先壓粥,謝謝 只是頭髮